7比8落后 现在已经是7比15了 他这一段时间又是按照他的前提提的那种打发去打了 没有掉球了 那又是杀 高 动作看得出来 一掉15了 那他的动作就是人家看得出 所以说他这种专家起跳是一种 可以怎么说呢 就是也是这种体力的消耗 肯定要比站的地下 消耗大得多 对 他把动作能够移植性好一点 高杀这个集合雕球的动作 做出来了 那就威胁就大了 没有充分的利用这一步 下王 这很难追了 17比7的 十分的分差 叶培燕的教练应该是非常的郁闷 他这没用了 这讲也没用了 运动员在场上给我的感觉 他就说整个都是懵着了 他就只会说高手杀球推球这样 你看到没有 越打越着急 越打越着急 拼命的就想把这个球压下来 对 你看 早是盆提在那里不放不忙的 你来吧 来了我顶你两拍 你稍微时间不好 我再来下压一下 掉一下 你看 点一下 叶培燕很被动 是8比7吧 应该是没有希望 按照这个大比分2比2的局势来看 但这个盆提显得比他要水平要高些 他们胜负不是都2比2吗 对 但是应该是之前两个人 我们说的这个 互相不了解 不熟悉 可能前面 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叶培燕这样的选手 打习惯了 可能也说不准是后面连续赢了叶培燕 叶培燕几场 那也可能 也在这2比2 也不知道是前面赢还是后面赢 至少彭提给我们的感觉 在打叶培燕的时候 好像感觉还是非常心里有数这样的人 不急不忙的 打起来根本就不慌 结外 导致感觉到叶培燕在场上 不知道怎么去 组织这个球路打对方 他没有抓住对方的弱点 也跟刚才说一样的 就是他没有这个 掉球 他掉动不了对方 而且对方把他的高杀锁得很死的 其实叶培燕有的时候 碰到一些高水平的选手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发挥的也还不错 但是今天可能也是彭提对他太熟悉了 所以这个发挥完全是漏洞百出 可以讲 而且全部是自己的失误 干脆感觉就是想放弃那个比赛 21比8 这比分很低 21比13 21比8 泰国的彭提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叶培燕 那么彭提进入了明天的决赛 对于中国香港选手叶培燕来说 应该今天这场比赛 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比赛 因为之前其实两个人的交手记录 还是不管是什么时候赢 什么时候输 至少是2比2一个平局 但是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至少彭提的这个水平 已经是在叶培燕这个之上了